道人 她有神通 这个道人一来说 你女儿很难救 你看她全身发黑 快没气了 剩下只是一点点气就快死了 那她也快跪下来 道人 多少钱我都给你 房子我给你 救我这个独生女吧 然后这个道人就说 你这个女儿在过去是杀死一个人 让对方死得很痛苦 所以生生世世 她才要她的命 要她的命 而且你女儿在这个轮回过程 又杀死过她 所以这个命要不完 除非你的女儿 愿意真心的跟她忏悔 看有没有可能救吧 这个圆外就把女儿叫醒 女儿 合掌 爸爸你跟爸爸念 我永远不会再杀你了 我向你忏悔 她爸爸带她念 这个女孩子 念完手放下 不到五分钟 那女孩子就断气了 死了 老远外哭 不是忏悔吗 这个道人说 没有用 鬼有她心动 你跟她叫她合掌 她只是没有办法再合掌 如果她体力好 她会继续把对方给杀了 你杀过我 我杀你 你杀过我 所以我想一个人想要报仇 那种称赔心一起来 他管你三七二十一 因为鬼有她心动 不是你外表 所以我想各位在拜八十八佛的时候 我都会劝大家 当你要拜的时候 这前五分钟 先修一个前行 想一想 自己哪里有过错 这样子 就算没有 我累劫累势 得罪的这些众生 父母 我现在 全心的要跟你忏悔 跪在那边像哭一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大忏悔的时候 会跪着念 就像我妈妈 我替她忏悔的时候 我是跪着念 我第一次念地藏经 是跪着念的 跪了当然很痛 但是妈妈的痛更痛 跪在那边慢慢念 不过我有个奇迹 我虽然跪着很痛 但是我在念 我妈妈躺在床上 因为她那个时候 高温四十几度 医生说快死了 低温 低温的时候 全身冰着 十件棉被都没有 所以我就两个钟头去跑 拿冰袋 两个钟头去拿热水袋 然后就一个人在医院 那时候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什么叫无助 叫妈妈能够减低一点痛苦 我跪在那边念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念了 不会太快 两三个钟头 我妈妈就安安静静了 没有冷也没有热 连叫一声苦都没有 所以我再怎么痛我都可以念得完 所以让我觉得感应不可思议 所以我就随地上菩萨这样发愿 所以刚好讲到这个故事 然后这个是真人真事 所以我印成这样小本 我们印成希望大家能够 你要碰到事情你就拿来念 哪怕你一品都没关系 宏一大师说 最好多念第十二品 见闻利益品 第三王菩萨听到了看到了 有什么利益 那当然还有第九品 也很好叫称佛名号品 是吧 称佛名号品 念宝相如来 那是第九品还第十一品 我每次去帮人家助念 这个人断气不了 我就会念那个 称佛名号品 第九品对 念念念他就 等我走 等我走他就断气了 我这辈子没有人在我面前断过气了 这样 所以只要我念完一走 电话来了 断气了 OK了 当然断气是安详的断气 不是那种很难的断气 称佛名号品 所以有些经典 那如果对一个杀业很重的 这个人造很多恶业 因为我在监狱里面 辅导过那些死刑犯 重刑犯 他们这个杀业很重的 杀人强奸 第四品那种 业报轮回品 让他们知道 杀业的痛苦是什么 所以各位有时候 你在忏悔就要按照第四品 南摩大运地藏王菩萨 杀生什么 我忏悔就要一句一句这样 按照这上面就念 那地藏经可以说 跟我们是比较接近的 特别我们汉人的超度 做头七二七三七 都是从地藏经里面出来 而且地藏菩萨告诉我们 你要超度胎儿 因为你一生小孩 一生小孩那些 鬼就要来讨小孩子的命了 因为这个小孩子过去世的 跟他结的恶缘 所以你妈妈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送地藏经 最好能够念满七遍 然后生小孩的时候 地藏经也告诉你 要怎么做 不要杀生 我们中国人过去 生小孩坐月子 要杀一只鸡 要给他补 补给他死 那个补就是伤害他的意思 你要是了解地藏经 一点都不能去杀生吃肉了 在生育小孩的时候 所以有时候小孩子身体不好 还怪爸爸妈妈不懂佛法 伤害他了 但是这个地藏经是孝经 所以整个农历七月份 叫地藏月 我希望各位一有时间 就拿来读 你一本读不完没关系 分过七天读完都没关系 老师说读完一本 差不多两个多钟头 对不对 你读熟了变成一个钟头 有些人可以读45分钟 那当然读太快也没意思 最主要是你要知道意思 然后你可以读了三品回向 明天在第四品再读 这样就好了 就不断不断 但是慢慢你对地藏经 当做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把地藏经 给做成动画 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地藏经动画的 举手 十个其他没看过 法国还不流行 我们下回寄过来 有中文的 有英文的 是还没翻成法文的 泰文缅甸文都翻了 地藏菩萨的 按照地藏经的故事 特别小朋友你要带来看 老妈妈 像我妈妈生病躺在床上 你跟她讲这个没有 你给她看电视 然后就给她描述 她愿意看 所以我认为 钥匙经 地藏经 做成动画 然后很浅的 看得懂的 精彩的 借这个机会给他们解释 所以让他们了解道理 所以念一下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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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地藏经告诉我们 你每天能够念一千声的地藏菩萨的名号 然后你生生世世地藏王菩萨都保护你 所以我们来念一段地藏菩萨好不好 特别我们刚刚讲了堕胎 我们父母祖先 都希望他们 而且地藏经说 一个灵命中的人 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保证不会堕落三恶道 特别我们要超度 一定要念地藏王菩萨 那么地藏王菩萨 当愿众生 消除业障 福报无量 永离山土 升天升净土 那么大愿地藏王菩萨 那我想刚刚念不到几分钟了 所以你一定要念一千遍一万遍 太容易了 那假设说 刚刚讲了 我有堕胎胎 我妈妈有堕胎胎 那我每一个堕胎胎 我就跟她发愿 我每天为你们念一千遍 很容易吧 我为你们念七天 太容易了 甚至你要为她念满一万遍 这样 她就很高兴 而且你又帮她修一点功德 供遂 特别因为脑筋不好 记忆力不好 你念地藏经的时候 就把一杯水 在地藏王菩萨面前 念完的时候 记得喝下去 那各位现在又学会不思水 多放一杯水 一杯水喝下去 一杯水门口打开 泼出去 求地藏王菩萨加持他 所以各位你最好用大瓶的水 煮开水灌进去 装好以后 巴黎交给你了 负责去喷吧 一天喷七瓶 你跟你多胎胎儿说 我每天为你不思七瓶甘露水 它不超度都很困难 所以这个不是光血排位的问题 而是你有这个诚意 这个水很容易 对不对 所以各位走到哪里 你都可以买到水 弄到水 经常去利益众生 那你会念大悲咒 你会念药师咒 你会念经典 你念完以后 都给它 融入在这个水里面 特别 家里有人生病很严重的 你一定要按照药师经 每天念 二十一遍 药师咒在水里面 在他的药里面 那当然有些人说 二十一遍会不会太长 那你就分段念也没关系 也不会太困难 如果很严重严重了 最好念一百零八遍 那一百零八遍 如果你家有五个人 阿嬷生病 我们大家一起把它念 那很快吧 就像我们刚刚这些人 已经超过一万多遍了 那融入在这个药里面 这个水里面 给那个生病的人喝 这个很重要 再一个如果你这个人爱生气 经常会生气骂人 师父我很想改 改不掉 当然改不掉 你没吃药 那吃什么药 你每天早上念五遍大悲重 念完以后供养在水 喝下去好不好 观音菩萨加持你 慢慢你那个清凉 不容易生气 骂不出口 不能说我想改 佛教是个方法 这个方法你去实践 那自然不可思议 而不能说我改不了 我改不了 以你目前的想法 当然改不了 因为你没有去实践 所以你儿子脾气很不好 那你慈悲 每天念五遍大悲重 反正放在他水里 慢慢让他喝 喝酒他就改变了 反正他不知道 所以那这些方法 你可以帮助很多众生 所以就像各位 各位如果你开餐厅 你现在还没办法 开素食的 没办法 那各位你每天念五遍大悲重 又加上药师重 那你会念地藏菩萨 甚至你会念不动火心重 加在水里面煮菜 对不对 那些肉都给他超度 然后那些客人吃到这些东西 也不会跟他造而已 而且也不会伤害他 而且对他又有帮助 所以如果你有甘露丸 有甘露丸 你可以加一点点在水里面 然后整个水缸 整个喝的水 都得到佛菩萨的价值 那你懂了佛教的方法 太好了 甚至这个 各位今天你拿了 你朋友开餐厅 生意很好 生意很好 他就要杀很多了 生意很好 那你就把这个放在他的厨房 甚至有吹风的地方 他的厨房每天在 至少在超度吧 那姻缘福报够了 他赚了钱 他就想 我要开素食店 就这样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 每个人都是从不好到好的 了解吗 但是佛教里面 为什么不能舍弃对方 虽然我在吃素 他在开荤食店 杀生 但是我一定要帮助他 这才叫地藏菩萨的精神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吧 所以佛教有一个讲法 有些人很容易琢磨 很琢磨 慕名其妙生病 琢磨 会磨葬 想要修行有障碍 佛教说 有两个方法 让你没有磨葬 这个两个方法 各位要学 第一个来 思为诸法必尽空 思为诸法 那就是你要按照心经去想 这个瓶子是空性 因为这个瓶子是塑胶 合起来叫瓶子 没有真实的瓶子存在 这个也一样 花也一样 那你慢慢 你那个烦恼磨 就会断除掉 看到没有 因为有磨是因为 你有这个烦恼 就会 内神通外鬼 知道吧 磨会来长 叫烦恼磨 所以思为空性 是降伏磨葬 磨不能坏 第二个 不舍众生 你不能觉得 不要跟我讲话 我不想度你 对不对 那我懒得跟你讲 不行 各位要 要很积极 就像老师说 我们天天在国外 每个地方跑 我们就故意去找红木 哪里有什么杀身 哪里闹鬼 我们现在都出名了 海涛法师来了 闹鬼了 找他去 我们就念得很认真 因为我们希望对方 相信佛法 就没有别的道理了 所以我们要来 要来放火之前 是在荷兰 有个餐厅的老板娘 我们那天去吃饭 师父你来怎么没讲 请客 他吃请客 为什么 他儿子去开了一个餐厅 在荷兰 那个地方杀死了很多犹太人 所以他们里面的员工都看到了 里面都有鬼 我发觉老外看鬼比我们还多 我们是难得一看 很稀奇 他们是好像很 相信鬼 但也不知道什么超度鬼 所以他们生意不好 所以那个老板娘就找我 跟我们陈居士说 找师父帮我们超度一下 我们请他吃一顿 这叫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我们就去了 去年就去了 去到 那个年轻人说 哪里有鬼 哪里有鬼 反正我又看不见 反正我们努力念 就对你念念念 哇 现在生意很好 所以老板娘看了高兴 请吃饭 但是这样也好 他对不但请吃饭 我们这次去出家人蛮多了 供养供养供养 因为他是开最大餐厅的 在荷兰 不过很惨 老公癌症死了 老公的弟弟合伙人 已经大车祸也快完蛋了 他生了大儿子 就是从那个餐厅 楼梯跌下去 脸上一点碎掉 惨不惨 就是做生意很好的婚食店 但是现在他儿子有点觉醒 他儿子因为我们去帮他念念念 他那个餐厅尽量不杀生 现在找我们陈居士两个 要合否开素食店 这下我们要念更久了 希望他素食店可以成功 所以刚刚我也还问我们莉莉说 我们巴黎有没有好吃的素食店 不是我爱吃 是要去跟他们念一念 希望生意好一点 去希望他们每个素食店都好起来 因为素食店是表达慈悲的地方 从吃素告诉他们生命的平等 爱护生命 从吃素告诉他们慈悲的意义 他就知道佛法的意义了 就很简单了 所以希望大家也多去 人家素食店吃饭 好不好 不要让他倒掉 倒掉是你的责任 因为他难得要开素食店 素食店开他要赚钱 有一点困难的 真的有一点困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吃素都要问 这下赚钱吧 不赚 吃多一点 付钱 我们还有一点功德 已经赚钱了 来来来来 去给他供养 让他更有福报 但是素食店跟他结缘 慢慢就把一些佛教的卡通影片 吃素的功德 送给他们 对不对 慢慢他们就推广佛法 而且一个人 不分外国人 本国人 愿意去吃素 就是有一点善根 对不对 这些有善根的人 如何让他进一步了解佛法的道理 了解佛法的道理 所以各位要用一点脑筋 用一点方法 跟他结缘 就像各位来参加法会 我们就一直跟各位结缘 就怕各位不来 无所求 结缘不需要钱 因为能够付出才有福报 所以当然我们要感谢我们 每次来都要感谢我们潮州会馆 太好了 免费的 但是这样我们有功德 潮州会馆也有功德 我们上会革西念的声音都哑了 这种厉害 我为什么请他们 他们非常清静 超度一定要慈戒清静 慈悲才是超度的方法 不是哪一个法高 哪一个法低 一个戒律清静 慈悲 那我们供养他们 我们也觉得很有福报 每次供养他们 他们都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慈戒清静 也不是供养他 这个是供养他们 整个佛学院的 没关系 所以 但是无论如何 大家就很尽力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 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发言人专人祥 假讯息就像传染病一样 必须由你我一起谨慎面对 才不会在社会中传播扩散 我们可以透过以下管道 及时掌握公开 透明的疫情资讯 1.浏览疾管署全球资讯网 2.加入疾管家官方账号 3.关注疾管署脸书专页 4.收看疫情记者会直播 如果您收到来源不明的疫情资讯 请1.上述4个管道查证确认 千万不要随意转传 散播有关流行疫情的谣言 或不实讯息 最高可罚300万元 疫情期间感谢有您持续配合防疫 也请与我们一起努力 拒绝假讯息 见解脱 悟空卷所观音 出自悟空卷所序 悟空卷所实为观世音菩萨 诸多化现之一 也及三面四臂之观音大事 凡见此效者 其功德无序部所云 又无下种种 清读此下 其同限量观见观音圣言 及布达拉清净岔土之无量光点 谨堵一面 即能彻底解脱 包括无间地狱在内之八大地狱之苦 及八种部位 乃至五无间罪 一见此相 即可清净圣法罪 报佛菩萨罪等 大小一切罪业 并积累如百千大凡天之福德 且获至世间所有之善根 临命中使 限量清读观音此面 并得书善心之安宁 死后顿生极乐世界 又远离一切障碍 且能意念百千素世之事 直至菩提果间 今生乃轮回最后一世 见相一次 即聚此无量不可思议之福德功德 何况时常观想作义 以致供奉 聚原者皆当位置无退地 直至终取无上正等觉 不空魔女供养奏 年轻人最好把它背起来 也就是说 各位以后你上班啊 办公室 家里没有佛像 你就观想念这个奏 念这个奏等于十大供养通通具足 而且念这个奏还有什么功德 今天各位穿皮鞋来 那一只牛马上超度 这个不空魔女供养奏 你供养完以后 这个力量就把我们身上 那些动物的东西超度的东西超度了 所以这个奏功德很大 如果不会念 就念奥啊 所以各位我们要念 然后现在你观想出佛菩萨很欢喜 接受我们做大供养 亚能众生脱离上二道 来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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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晨起床的时候 晚上睡觉的时候 各年其变 可令犯五无间罪者 亦得解脱 此咒功德还有 众生死后 若其骨头在一千年后还存在 只要肯定他在诱道轮回当中 不论地狱道 恶鬼道 持这个咒 给其骨头吹一吹 他就能得解脱 此心咒只在上午诵一遍 就能使如七山王般的 五无间罪无余尽除 受斋戒者念诵 能于佛刹中获得大普贤果会 观世音菩萨与三世诸佛 广莲花等圣尊 以及绝信王等 一切随行赐予其地 宋百千变 本使蛇根变得如金刚般稳固 与金刚杖等同 具有如莲花瓣一样的色彩 身体情境如金刚般无法侵害 青春年少 朱根巨竹 无有丑气 极为芬芳 书胜乐意 声音动听 朱重青彩 成为共养处 此后与阿弥陀佛前 成为具足清净身 及一切功德的佛子 得大菩提首计 復生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逆诸众生 朱望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普愿成逆称 不撒 莫河沙 莫河 波羅蜜 艞莫河 player 河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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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